各位同学,大家好,我是教育BFS的Hazen 我本身是在香港大学会计及财务协系毕业 暑假就来到了,虽然同学已经准备了很多不同的活动 但记住,学业方面是绝对不能松懈的 特别是会计这一科作为商业的语言 它与中文或英文都一样,需要大量的时间浸泳才会学得好 而不是说你临考DSE前一个月的控制过程 就会障碍到当中的竅末 所以Hazen在Summer的时候会有三个Courses给大家 当中两个是适合会计算收的读读 分别是Limited Companies有限公司和Correctional Errors错误更证 另外还有Core Accounting必修会计课程 即是无论你是商管的读读或会计读都可以报读 三个读读在最后一读读的时候 都会有一个Mark Exercise给大家即时做 可以看看自己的水平或改善的地方 有关详程,同学者可以留下我们遵理网页的公布 或是有关详程 不过Hazen就想在这里重点讲一讲错误更正这个课题 这个课题普遍的同学都比较弱一点 但情况就并不是同学不明白概念或做法 而是可能是学校的老师根本没有跟你说 原来考苹果在出题的时候是会有些不明文的规则 所以不用怕,Hazen会在课上和你们一一拆解 然后再配合一些有关的Skills 去帮大家解答这类型的题目 同学记住,一开学的时候 你就会经过准备DIC的时间 其实真的很有限 所以千万不要容许自己浪费了这个书 希望在课上见到你们 到时见 本来 对 对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